我们相信,只要一家人以诚相待,两岸同胞终将心心相同。 两岸关系最近迎来了两条暖心的消息。 一是,应金门县民意代表参访团请求,大陆将于近期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。 二是,在中秋节来临前夕,大陆恢复台湾地区文旦幼输入。 这两件都是关乎台湾民众切身利益的事,充分体现了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, 为台湾同胞,特别是基层民众,牟利造福。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,致使两岸观光陷入僵局。 金门观光市场持续低迷,业者期盼大陆游客如活水涌进,重振当地经济。 金门县民意代表参访团日前来京,表达期盼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, 加强金门与大陆交流合作的心声。 紧隔十天,大陆便宣布将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这一好消息, 正式对金门民意的善意回应。 福建海事局也跟进宣布增加夏金小三通客运航线, 进一步说明大陆的真情实意。 文旦幼是台湾地区重要农产品, 因简易不合格,于两年前被暂停输入大陆。 一段时间以来,中国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傅昆奇等人士, 及台湾花莲县等方面多次向大陆表达, 恢复文旦幼输入大陆的强烈愿望。 经综合评估,台湾果农整改措施, 大陆决定恢复台湾地区文旦幼输入。 对于销往大陆的这条大通道重新开启, 台湾果农纷纷表示非常乐见, 期待借由大陆市场冲一搏。 对话才能解决问题, 尽管当前民进党当局肆意破坏两岸关系, 想方设法阻碍两岸交流与合作, 但两岸之间的交流没有断,也不会断。 大陆牢牢掌握着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, 只要坚持久而共识,反对台独, 两岸就是一家人,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,好解决。 福建与金门溢水之隔, 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, 两地之间人流将再次畅通。 文丹佑是两岸众多家庭中秋节的代表性水果, 也是台湾地区具有象征性的农产品。 重返大陆市场, 两岸农产品的物流进一步打通。 我们相信,只要一家人以诚相待, 随着两岸交流交往的深入, 两岸同胞终将心心相同。